我們歡迎第一場講者Steven 嗨 大家好 這場的演講內容其實也不會太不入門 因為就還蠻簡單 我只是想要選擇Skill的好像蠻厲害的講 那今天我要介紹的就是 如何去整合ADFS或是Azure AD 然後到 Rails上面 那我是Steven Huang 那我是在Skill Talk當backend工程師 那這是Skill Talk的產品 那Skill Talk是一段遠端桌面的解決方案 那左邊的就是 這邊的是 就是你可以透過我們的產品 然後存取公司的電腦或是 存取你個人的電腦 那右邊的產品就是 For technical support 就是你想要去你的公司是資源型的的話 你可以去用這邊的產品這樣子 那這個產品是叫做SOS 那比較有趣的地方就是客戶如果可以 他就是安裝一個安裝檔之後 他就會顯示這個call 然後在燈油裝置上 他會顯示這個call之後 你要支援的技術人員就是 輸入這個技術碼 然後你就可以去連到客戶的電腦 去做一些技術的supportdown 那常常就有人問我一個問題啊 Skill Talk跟那個tipure有什麼不同 所以我就把這個 這張圖片存在我手機裡面給 那個問我這個問題給你們看 就是這樣對方不一樣了 你做什麼我在做什麼這樣子 那我們要今天主題 我們要如何去 去整合那個ADFS跟 Azure AD到REALS上面了 然後再了解如何去整合ADFS或是 Azure AD到REALS之前 那我們先了解一個更重要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去把AD跟REALS做整合 再用AUSE 2.0 就是當我們Facebook啊 然後Google的那種登錄的方式不就好了嗎 那我們已經有會員系統 我們幹嘛去整合AD 那相信大家現在都還很多 就沒事我們去碰Microsoft的東西幹嘛 就是Microsoft就感覺不太好用 所以我現在第一個要介紹的問題是 為什麼我們要去整合AD到REALS上面 那有幾個問題先需要先了解 就是什麼是AD 然後什麼是什麼 然後為什麼我們要去整合AD到REALS上面 那什麼是AD呢 AD就是Active Directory 那如果你是Web Developer 就可能對AD比較不了解 那大部分的Web Developer 也不會想要用AD來做全線管理 因為呢他長這樣子 就是他自己的圖形化介面 就是你要去找啊 找這些檢項就很麻煩 然後這樣子就喔好恐怖喔這樣子 就是圖形化介面加Windows 配合的恐怖 不過不用害怕 就是AD其實是由客戶的那個公司來做 的ID部門來做負責 就是他會做一些全線的管理啊 然後他們自己就會負責 那我們身為一個服務的提供者 那我們只要提供串接的接口 他們就可以來管理他們自己的全線 那AD是Windows的管理系統 我們來看一下AD的結構圖 AD他就是這樣子分 那這個可能是group 可能是user 就是這個頭像 我很仔細看他們兩個頭像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眼睛好像比較大一點點 就是眼睛比較大的是group 然後如果是一些裝置的話 他就是會一個一個物件 都是一個一個物件 像一表機啊這些都是一個一個物件 然後呢他就是用一些policy的 來做一些功能上的區分 然後用domain 比如說我現在的部門是 我現在部門是backend 然後我現在部門是QA 那QA跟backend能存取的資源不一樣 然後就用domain來做區分 這樣子就可以達到一個全線管理的作用 所以對ID來說啊 AD是一個基礎的技能 那我們還可以看看AD的出版物 就是AD他其實還蠻多出版物的 然後英文出版物也很多 那這一本的話 我們的ID Manager有在看 更成績的是AD還有conference 就是這是2018年 不知道應該是艾爾蘭那邊的有一個conference 艾爾蘭那邊的 2018年有一個conference 他居然會討論這個東西 就代表說對ID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項目 那什麼是SABLE呢? SABLE就是security assertion markup language 那security就是它是基於安全的 它是非常安全 那assertion是斷言 那後面我會講到說斷言它是一個怎麼樣的結構 那markup language的話就是說是標記式語言 就是像XML 就像XML那種標記式語言 那等一下我會講到 那它的 它這個溝通的方式就是 User你去Service Provider 就是服務提供者比如說Scrash tab的話 那你去Scrash tab要求的時候 它會做一個 你的Rank到你的identity provider 那就是你的AD 就是你自己公司裡面自己架設的AD 然後來做一個驗證 驗證完之後這樣回傳 那這個就很像是那個嘛 很像是OOS嘛 就是重蹈到會 你登錄你要用FB登錄的時候 它會重蹈到FB的畫面然後再回來 它其實很像 然後跟OOS它的體驗其實幾乎是一樣的 特別在於OOS它是有第三方 它就是有Facebook 然後是由Google去做認證 那Scrash tab是使用客戶 它自己公司的系統來做認證 而這個系統它就是AD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去 integrateAD到任職上面呢 就是你可以讓客戶 他自己的ID部門就來做認證了 這樣客戶就不需要去Facebook 或是去你自己架的OOS server OOS provider server 去做一些申請帳號的動作 所以比如說現在Scrash tab 提供一些遠端桌面的服務的話 那客戶他卻可以用自己的系統 來做一些帳號的管理這樣子 然後用自己內部的網路來做認證 所以總結一下為什麼要串接 Ghost跟AD 就是因為我們可以提供一個客戶 因為很可靠的選擇 因為有些大型企業他就是 他想要是自己要管理自己的帳號 他並不會想要去外面去申請帳號 所以通常就是大型的公司 會有這個資源來做全線管理 所以我們可以藉由整合AD 和Rails來獲得更多的企業用品 然後這邊來介紹一下Sable的溝通方式 那我們來看一下Sable它是我運作的 這個就是Sable它的溝通的流程 那Service Provider就是 比如說你現在是叫一個Web服務 那就是這裡有一個Service Provider 那Identity Provider就是AD 就是你要做一個認證的動作 那這邊browser就是你的使用者用browser 開信browser這樣子 那這是出自於這篇 這篇那個很詳細的介紹 那它一開始就是 我使用者就跟Service Provider說 我要登錄喔 然後我要用那個SableSive Hub的方式登錄 所以它就重蹈到SableSive Hub的Service 然後之後再來回傳 回傳資料做驗證這樣子 那這邊傳送的資料格式就是Step2 是這邊 Step2是這邊 像跟一個browser做溝通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會用一個form的格式 用一個form的格式 然後用JS做Submit 就是模擬JS做Submit這樣子 到browser 然後到這邊的話 Identity Provider 因為我們通通的是AD 所以它是用SAML的格式 它這邊request的位置是用SAML的格式 像這邊SAML就是像這樣子 它就是一個像XML的語言 就是標記是0的 它裡面就有很多值 對 那456的話就是 這邊會提供一個 login之後 然後這裡Identity Provider會有一個credential 就是你要上傳一個認證的東西 那這樣子的話 它才可以認證說你這個使用者是OK的 這樣子 因為這個SAML它是基於是安全性的 它非常好聊到安全性 所以它會特別注重這些東西 然後Step6傳送的資料 Step6跟Step7它做的事情就是 browser從Identity Provider拿到Exertion 第二根其實是這邊 Identity Provider的時候 就是認證的東西 認證的機構就是AD 然後你跟它認證之後 它會給你一個東西 然後你再去你的Service Provider 去做去cred 那Assertion Consumers Service 它就是Assertion就是斷言 斷言就是它主要的要認證的一些資訊 那你的服務就會有一個Assertion Consumers Service 來做這個認證的工作 然後這邊就是Assertion就是 它會有一個這個東西 然後裡面包了一大堆東西 然後這個就是認證的關節 然後我們看這張圖可以發現喔 它其實不是這兩個去溝通 你的Service Provider它不會跟Identity Provider 直接做溝通 它都是透過使用者的browser去溝通 所以這意味什麼事情呢 Identity Provider它可以是內部網路 就是企業它可以 不把他自己的資料曝露在外網 然後你就可以來做溝通 那這點也非常的重要 因為有這個特性啊 企業得以不透過外部網路來做驗證 因為很多企業它就是 它就是不想要用外部 透過外部網路來做驗證 它只想要用自己的 尤其是大型企業 因為他們有全天管理非常嚴格 大型企業會希望自己可以保存資料 所以你想要跟這些企業做生意啊 你想要獲取他們的用戶的話 Sable這個解密 Sable或是AD 就可以幫你達到這件事情 那接下來介紹Single Sign-on 跟Single Logout 那Single Sign-on就是 你是登入的時候 就可以登入好幾個服務 那如果你不是Single Sign-on的話 就是你要透過好幾個 你要足以去登入 那Sable這個協定還有提供Single Logout 就是你在你的 那個Identic Provider上面 如果登出的話 你全部的服務都會登出 因為它會送一個request這樣子 那什麼是ADFS呢 ADFS就是這大創 那它在做什麼事情呢 那就是可以讓AD加護 就是一間公司你可能有很多AD 那ADFS就是它可以幫助你去整合這些AD 那這個特性呢 就是剛好可以做Single Sign-on的整合率應用 那這個就是一個典型的ADFS的一個架構圖 就是你要在你的服務上登入的時候 它會重蹈 重蹈過來 User在Browser 可以先直接在AD做登入 登入完之後呢 它就會去 這是ADFS 我剛剛講錯了 就是你可以先登入的時候 其實是面對ADFS 它就是做一個對外的網關的一個感覺 然後呢 它會去問Local的AD Local的AD可能很多個 然後認證完之後再會上結果 然後就可以Side in的這樣子 那什麼是Azure AD呢 Azure AD它就是把AD的服務 Azure它有提供很多很多的服務 那Azure AD就是把這個服務 它其中一個服務就是Azure AD 然後它可以就可以簡單的設定 然後設定這個你要連結的那個application 就是你要連結的服務 比如說Side part的服務 或是Google Drive的服務 這樣子來設定 那它的結構是這樣子 它的結構是 這邊是Azure AD 然後這邊是你公司內部的AD 你可以Side in的時候 你可以用公司內部的AD 那你也可以Side in到那個Azure AD 那Azure AD它就是曝露在網路之中的 所以它會有一個Sync的動作 這邊就是你的AD的資料 會Sync到Azure AD在 所以你在外部網路的時候啊 你就是會存取到這個Azure AD 那如何去Intergrade 今天比較少GirlsDeveloper 所以接下來很會聽不懂 那就是這個開源的解決方案 是Ruby Samuel 那它是玩弄命運來 來那個提出的 那玩弄命運是什麼東西呢 它就跟光拍攝錄一樣 很淺淺你懂 就是你只要登錄一次就可以了 你只要登錄一次 然後就可以登錄下面這些服務 就是你就有 就是它提供一個服務是 你可以登錄所有 藉由登錄它之後 就可以整合所有你上游的服務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就知道Virus的部分 那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Beta data Beta data會描述說 這個AD的這個狀況啊 然後它允許的一些 Identive Provider的網址啊之類的 那下面就可以來看到 Meta data的部分 像在Virus如果是用Messor的話 它就是會直接對應到URL metadata這樣子 所以這個可能是URL是same on metadata 那這個是setting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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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個issuer啊 這個sp就是service profiler 然後issuer它就會告訴你說 你的那個AD的網址是多少 因為它是很注重安全性的 所以一定會指向一個 就是它的認證一定要限制網址這樣子 然後Meta data就是描述你這個 它的資訊 你先去把這個Meta data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說OK 你這個AD就是配列的這樣子 然後ACS就是剛剛說的assertion assertion consumer service 就是讓你驗證你的assertion 然後這個是single work out的網址 大概就是這些setting 然後設定好 就可以在Rub上做什麼 那single setup大概就長得像這樣子 也是會把一些 也是會把一些那個設定值讀進來 然後呢 認證OK的話 它其實要做好 讀認證OK的話 它會先重蹈到那個 所以這裡是我們的服務提供者 它會重蹈到 它會重蹈到那個 identity provider 然後呢 再做驗證 然後之後會有一個 assertion consumer service 然後做驗證的動作 這邊就會把那個 剛剛的資訊讀出來 然後會 然後判斷說這個response 從identity provider response 是不是合法的這樣子 就是這邊的動作 就是你去single setup之後 然後它會回一個response 然後再去service provider 就是我們服務的提供者 比如說是spreadtop 然後它會 這個 ACS 很多地方都會縮寫成ACS 然後就會 判斷說這個 assertion是不是合法的 那這個是ADFS的部分 可以來看一下說 ADFS它的界面是長怎樣 這個是如何設定AD的 然後下面還有ADFS 然後下面還有ADFS Doggin畫面 像這樣子 就是你要去 要求使用single single setup的時候 那它就會 重蹈到這個地方 那這個就是 企業內部自己 自己架設的 然後 你就是去 輸入你的帳號 輸入你的帳號 然後就可以去進行登錄這樣子 那如果登錄成功的話 就會看到說 OK 你是 你是誰 然後 這邊可以設定 就是 它有一個client的機制 你就可以去設定這些欄位這樣 然後就可以推穿 那個AD的資料這樣 好 今天的報告結束了 感謝大家來 這麼早來聽這一場 對 謝謝大家